我手边,我手边没有记得 好,我们今天开始上我们的课程 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介绍了三个和弦 一个EM和弦 然后呢,一个G和弦 还有一个C和弦 这个稍微难一点的是我们的C和弦 然后我当时在上节课我们讲了 我们说这个如果弹着觉得有难度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群里边给我发消息问我 然后我看有没有人说 那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就是 我们要学几首歌曲 就是我们弹一首歌曲来进行一个实战的练习 上节课呢,我们一共学了三个和弦 这个三个和弦我们重新把它的顺序给排列一下 那么它就是一首新的歌曲 像我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谱子 平凡之路 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可以先给大家弹一下 首先呢,它平凡之路呢 一共就用到了三个和弦 加一个分解的一个这样一个和弦 我们第一个,平凡之路第一个和弦 就是我们学的EM 第二个呢,是我们上节课学的C和弦 第三个就是G和弦 这是上节课我们学的三个和弦 然后最后加一个分解 那把这个连起来呢,就是一首歌 它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 Zither Harp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你要从啊,回啊,回啊 一岁的,骄傲着 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任山与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飙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那是唯一的答案 好,那我刚才唱这首歌呢 就是我们要学的一首歌曲 这个歌曲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但是他为什么要学这个 因为他比较简单 然后还又比较好唱 又比较好弹 那我刚才整首歌弹下来 唱下来呢 我们用到的只有三个和弦 就是上节课用的三个和弦 首先我们看谱子 谱子的开头部分 第一个和弦就是EM和弦 这是我们上节课学的EM和弦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左手EM和弦 二指在我们的五弦的二品 三指在我们的四弦的二品 这就是我们的EM和弦 然后我们弹奏什么 我们看谱子 看谱子的话 谱子上写的EM和弦正下方 对应的是六四二三 那我们不按六四二三弹 因为六四二三的话 会比六三二三要难弹一些 我们把整个谱子中 所有出现的四弦 只要是四弦上打的叉的 只要四弦上出现叉 把所有的四弦全部改成三弦 我们把它改成六三二三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和弦 左手EM和弦 它EM和弦下面对应的 画叉的部分就是右手弹的 叉写在几弦上就弹几弦 但是我们要记住 把四弦上的叉改到三弦 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六四二三 好大家可以先试一下这个 第一个就是六三二三 我们弹六三二三的时候 左手按着EM和弦 这个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肯定会有同学有疑问 就是他弹的线长了 他会发现 我左手按EM和弦 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弹这两根弦 就是我左手按不按 出来的音色是一样的 这是按着 这是不按 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 左手要按着EM和弦呢 明明我们都 我们都不弹这个 这两根弦 不弹五弦和四弦 但是我们弹六三二三为什么要按EM和弦 到后边的话 我们会学扫弦 扫弦是什么 就是这种扫弦的话 如果你不按住这个和弦的话 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听一下 我按EM和弦之后的扫弦是这样的 好 我不按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在弹六三二三的时候 也按住EM和弦 这是我们第一个和弦 左手EM和弦 右手的话 把六四二三改成我们的六三二三 把谱子中的六四二三改成六三二三 好 EM结束之后呢 迎来我们这个歌曲中稍微难一点的一个和弦 就是我们的C和弦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C和弦 C和弦的话 回顾一下上几个讲的C和弦 首先 一指在我们的二弦的一品 二弦的一品 二指的话 在我们的四弦的二品 最后三指 在我们的五弦的三品 好 这是我们C和弦 上节课我们讲过这个和弦 这个和弦按的时候要注意 你的手指 每一个手指都要偏向我们的这个品格上 右右方 诶 品格的右方 接近下一个品格 但是不要按到这个品柱上 不要按到这个铁丝上 因为这样会好按一些 然后我们在按的时候 按C和弦的时候呢 我们的手不要这样捧得很直 手腕你要这样钻得越紧 你越够不住 我们的手腕 你看这是错误的手腕 捧得很紧很直 正确的手腕应该是怎样的 手腕放松 诶 自然下垂 手指呢 稍微可以有一些斜 有一些弧度 就是斜过来一些 这样 这样稍微好按一些 如果你捧得很直的话 不太好按 我们的手 我们的整个胳膊 还有我们的手指 都向你的身体内侧 诶 稍微倾斜一些 按C和弦 这个C和弦的要领就是手腕 以及我们的胳膊 你胳膊不要这样 向外侧 向外侧的话 也是比较不好按 稍微向内侧一些 然后我们手腕呢 不要这样甭起来 然后放松 下垂 诶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C和弦 那我们C和弦呢 我们看一下 普字上方C和弦 是我们左手按的 C和弦下面对应的 一个节奏 是什么 是 它普字上写的是 5 4 2 3 对吧 我们还是一样的 我们把4弦改成3弦 改成5 3 2 3 那么它弹起来的音响效果 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和弦 和我们的右手配合的时候 经常会有人出现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 3弦和2弦不弦 5 3 2 3 3弦和2弦不弦 大家这个地方记一下 如果你出现以上情况 就是弹出来是这样 是这样的 3弦2弦不弦 3弦2弦不弦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3弦不弦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二指 你的二指 按弦的时候趴下来了 没有垂直 你的二指碰到了你的三弦 你二指应该在四弦的方向 但是你的手指趴下了 碰到了三弦 导致三弦不弦 然后进入情况怎么解决 你的手腕稍微往下一点 手指稍微立一点 你看 我现在弹的话不弦 稍微 手指往上翻一点 立一点 手腕下一点 就响了 看 那么如果二弦不弦 你就要检查一下 你是否按住了二弦 有可能有的同学 会把手指按错地方 然后如果按对的地方的话 那么就是 你的手指没有按紧 它只有这一种可能 就是你的手指没有按紧 这就是我们的原因 三弦和二弦不响的原因 三弦不响 那便是就是 手指碰到了 二弦不响呢 就是没有按紧 这是两个原因 好 那我们 我把两个和弦 连接起来 试一下 大家清一下 第一个 左手EM和弦 右手的话是 六三二三 然后连接一个C和弦 左手C和弦 右手五三二三 我们听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和弦的连接 那么 这两个和弦在转换的时候 按照道理来说 它就是死链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因为它不是一些特别特别难的一些和弦 它就是链 那在链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一些小技巧 看 我们EM的话 我们在按EM和弦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一指是空出来的 我们可以提前在C和弦 二弦的一品 这个位置 做一个准备 那么 在EM弹完之后 换C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 这个时候只在这准备了 我们就不用管 然后我们二指和三指呢 二指现在在EM和弦的时候 是在五弦的二品在上方 然后把它 把二指挪下来 挪到四弦二品 然后三指呢 去到五弦的三品 最后 一指按住二弦一品 它是这样变化的 看 首先 这个手指在这做好准备 一指做好准备 二指 从五弦的二品 挪到四弦的二品 三指呢 去到五弦的三品 最后剩下一个一指 按到二弦的一品 然后紧接着接 右手是弹五三二三 这也是它一个小技巧 同学们可以在这里 可以多练 多练习几遍 然后我个人建议呢 就是 一般在这首歌里面 就是大家都是 EM换C 它换不过来 大家可以反复的 多去练习 两边这个 就是EM换C 然后我在这里所说的 换和弦 它的连接 并不是说就是 我们的速度 不是说我要弹得很快 不是非要这样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换和弦 转换的快 和我们速度快 是两码式 你看你速度弹得再快 你这首歌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你速度慢 你和弦转换 转换的非常流畅的话 听起来就不奇怪了 这个就听起来非常的流畅 那么我们练的就是练的 和弦的转换 就是让EM弹完之后 换成C 不要间断让它连起来 当然一开始的话会比较难 所以我们可以把速度放慢 刚开始大家弹下 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先找好 再去弹 肯定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需要我们 长时间去练习 正好我们这次上完课之后 下一次课是两个星期之后 我相信大家 如果每天找时间去练的话 这个是没有多大问题 那么 EM第一个核弦 第二个核弦是C核弦 C核弦紧接着之后 我们看一下谷唱 写了一个G核弦 这个G核弦呢 我们在上一次说过 我们在弹奏的时候呢 我们去掉小拇指 也就是去掉我们的E弦的三品 我们只用两根手指 它原本是要有一个E弦的三品 那么这个对于出接者来说 有一些难 我们先不加小拇指 我们只用两根手指 好 你的三指按在六弦的三品 二指呢 按在你的五弦的二品 好 好 这样就OK了 我们就是小指直接去掉 一弦的三品我们直接去掉 好 我再说一遍 把一弦的三品去掉 计核弦 三指按在五弦的三品 三指按在五弦的二品 我再说一下这个指 手指 大拇指不算 大拇指在后面支撑 我们的十指叫做一指 中指叫做二指 无名指叫做三指 小拇指叫做四指 这是它们的名称 那么这是我们的计核弦 好 左手按住计核弦 我们看一下右手 右手的话呢 谱子上 谱面上写的是 六四二三 对吧 六四二三 我们还是按照上 上两个核弦一样 把所有的四弦改成三弦 我们弹到一个六三二三 这就是我们计核弦 计核弦的话 在这首歌曲里面 它的难度的话 是跟我们的em核弦是一个难度 是比较简单的 整首歌曲唯一的一个难点 就是我们的em核弦 转换成c核弦 好 我把前三个核弦连起来 大家听一下 第一个em核弦 第二个c 第三个g 我们三个连起来听一下 好 我再来一遍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前三个核弦 那么 刚才我们说过的em换c有小技巧 c换g呢 同样的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 c换g有什么技巧呢 我们看一下 c核弦 一指在我们的二弦一品 二指呢 在我们的四弦二品 三指呢 在我们的五弦三品 那我们换c 换g核弦的话 g核弦就是我们改过之后 去的小拇指的核弦 换那个时候 一指直接松开 然后剩下的两根手指向上平移 直接跳上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鸡核弦 这个核弦转换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向上平移 二指到了这个五弦的二品 三指呢 到了六弦的三品 向上平移 然后弹到一个六三二三 好 再说一下 c核弦换c核弦 取掉你的一指 也就是我们的十指 剩下的两根手指呢 直接向上平移 就好了 来我吧 再把这三个核弦连起来弹一下 大家听一下 em核弦 c核弦 g核弦 好 这就是我们三个核弦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讲这个歌曲的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我们看 g核弦后面跟的是一个 d核弦 对吧 但是呢 d核弦我们看一下下面 它变化了 它变成什么了 它不再是 63235323这些节奏了 它出现了数字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底下这些个数字 它就像小星星一样 它是弹奏的音符 那这些音符呢 它是从d核弦里面分解出来的音符 也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用管上面的核弦了 出现这种数字 我们就不用再管上面的核弦 左手按什么了 左手不要按核弦 我们直接去谈到下面的这些音符 好 我们第一个音 我们看 在四弦上写了一个四 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之前学的小星星一样 四弦上写了一个四 表示我们左手要按住四弦的四品 去弹奏的 然后右手去弹奏四弦 对吧 四弦上写了个四 就是四弦的四品 好 左手按住四弦的四品 右手弹奏四弦 第二个音呢 是在三弦上写了个零 三弦的零就是三弦的零品 什么也不按 直接去弹奏三弦 第三个音是三弦上写了个二 表示我们要弹奏三弦的二品 最后一个音呢 写的是四弦 写了个零 表示我们弹奏四弦的零品 也是四弦的零品 但是四个音连起来 我弹一下 大家听一下 那这四个音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左手应该怎么去按呢 好 按照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的说法 就是可能会有的同学想 一指管一品 二指管二品 三指管三品 拿到四品了 我们是不是要用四指呢 这个地方我们不这样 为什么 我们看在这个音符出现的部分 他只出现了四和二 也就是四品和二品 最小也就是到二品 他就没有出现一品 没有出现一品的情况下 我们就当作一品不存在 我们把一品去掉了 所以我们用三指 我们现在假设二品是一品 就是因为一品不存在了 我们所有手指向后平移 那我们一指取谈二品 二指取谈三品 三指取谈四品 就一品没有 因为没有数字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按 我们用三指去弹奏第一个音符 四弦的二品 用三指去按 然后第二个呢 空品我们就不用说了 最后第三个音 三弦的二品 我们用一指去按 这样比较方便 为什么要用这个指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应该能看清我的手 你看我用这样的 这样去按的话 我的手根本就不用动 我三指按住四弦二品弹完之后 然后当我们弹三弦二品的时候 只用一指去按就可以了 手都不用动 你要是换其他的手 你看你的手 你的手是需要动的 对吧 你看 这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四弦四品用三指去按 然后接一个三弦的空品 然后三弦的二品呢 用一指去按 然后一个四弦的空品 当然这个按的时候 就是你四弦的四品弹完之后 你不用手一直放在这里 四弦的四品弹完之后 我们下面不是三弦空品吗 三弦的空品弹响之后 你这个三指就可以松开了 不要一直按在上面 然后这个三弦的空品 三弦的空品弹完之后 你的手就可以松开了 然后三弦的二品 然后四弦的空品 这个就是最后 这个我建议大家先练习 这个 把这个练习熟练 反复的去练习这个 大家可以多练习两边这个 我们把这个先就是说练习的熟练一些 那我们刚才所讲的 就是整首歌曲 其实在后面 还有一些扫弦等技巧 但是到这里为止 我们看 我们讲了一个em和弦 c和弦 g和弦 加上一个技巧的分解 当当当当一共四步 那么我们 这四步连在一起 只要你把这四步练好之后 其实你这首歌曲 你就可以完全的就是弹唱了 为什么呢 那我们前奏是这样的 em c g 然后分解 当当当当当当 继续 em c g 分解 继续这个循环 这是这四步是一个循环 就是你弹完这个 继续接的就是我们em和弦 一直是这个循环 然后到到 两遍弹完之后 两遍循环之后 第三遍的话 我们就开始唱了 逐个部分就是这样的em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你要从啊为啊为啊 这我们的主个部分 到副个部分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曾经刮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们说的部分全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一整首歌曲 那这个呢 是算是在入门歌曲里面 属于一个比较简单的存在 他唯一一个难点 就是我们的em换c和弦 那这个我相信两个星期的时间 应该是可以弹的大差不差 能把这首歌弹下来 就是如果你每天练习的话 当然你要不练的话 这个没办法数 因为这个到到这里为止的话 就是大家已经能够看和弦 已经知道怎么去按和弦了 然后我们剩下的就是需要 我们自己去练习 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练习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四个和弦讲完了 我们可以就是练这四个和弦 转换的时候练的无聊了 我们可以练习一下扫弦 扫弦的话 我们先学最基础的扫弦 我们右手 哎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 捏出一个这种 这支援网络上很火的这个笔心 哎对 笔心 捏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那么 我们在扫弦一般就是上下扫弦 下上 下上就是我说的下 所谓的下啊 就是 但是从上到下就下 那么下的时候呢 一般在扑面上我们显示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有一个 有一根竖线 它的箭头是从六弦指向一弦 这个就是下 表示我们要从六弦走到一弦 下的时候呢 我们用食指的这个 食指右侧的这个指甲盖 不要用肉 用食指右侧的指甲盖 从六弦开始 一个弧度一个弧线啊 不是直下去 是一个弧线 一个弧线 下去 然后呢 上的时候呢 一般在扑面上显示就是一个箭头 它的箭头是从一弦到六弦的方向 这个就是上 上的话我们用大拇指 左侧的指甲盖 哎 沿着我们刚才下去的弧线划上来 那这个呢 连起来就是这样的 一个下一个上 我们看下上 下上 然后注意扫弦有一个东西就是 有很多人就会想 我我都是扫弦 为什么别人扫的好听 我扫的难听啊 这里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扫弦的时候 手续你要保证 你六根弦全部扫到了 因为它有一种 有一种扫弦 确实是我们只扫上边三根 或下面三根 但是这种就比较难 我们可以听一下是这种 那这种比较难 我们现在扫 初学者扫的话 我们就六根弦全部扫到 并且你要保证你六根弦扫的力度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我上面三根弦扫的重 下边三根轻 你轻下就是这样的 哎很乱 你六根弦的力度都一样 这是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 我们扫弦的时候 是用我们手指带 我们手腕带动手指去扫 手指不要扑得很直 不要手指用很很很用力 不要手指太僵硬 手指要放松 你可以想象这个手指不是你的 哎 是我们拿着一个小工具 放松软软的像橡胶一样 哎 我们手腕带动它 扫过 那这样的话 声音就比较好听了 好下 一个弧线 上的话 沿着这弧线滑过来 那这个下上下上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扫弦 其实这个扫弦 我们看一下 是我们手腕 翻手腕的过程 看我的手腕 我扫下去的时候 我手腕是从 是这样 哎 向外转过去的 你看 对吧 上 不是 不要不要用手指 就是胳膊 不要用胳膊带动它 这样 这样太难听了 用手腕带动你的手指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扫弦练习 扫弦的话 就是到时候我们加上和弦 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谱子中 我们这个 发的发的这个 这个扫弦 好 我们在这首歌中用到的扫弦呢 是什么 我们随便找到后面一张 第二张或者第三张 上面有扫弦 扫弦的话 看 前面是两个下下 这两个音符 我之前有提过 是两个八分音符 前面是下下 前面两个是下下 下下后面紧接着了一个下下上 下下上是什么 后面那个下下上 那个下 是八分音符 后面那个下上 是两个十六分音符 两个十六分音符加在一起等于一个八分音符 这个我再啰嗦的讲一下就是 假如你八分音符 每个音符弹到一秒钟 那十六音十六分音符每个就要弹到0.5秒 因为两个十六分加在一起等于一个八分 然后两个八分加在一起又等于一个四分 就是他们这个 我讲的是他们的实质 也就是他们演奏的时间 所以这个节奏 我读起来是这样的 下下下下上 然后这个大家就是 在练习的时候可以自己先念着练习 就是你你嘴里念到着练 它不太容易出错 下下下下上 而这个你就记住 后面那个下下上 后面那个下上 最后那两个下上 是速度稍微快一些的 你这里念到着 下下下下上 下下下下上 念到着练习不太容易出错 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上 下下下下 проц 下下下下 anyways 我再慢一些 下下下下下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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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上 就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我们的扫弦 这个再接受我们的左手 就是 这个左手前三个和弦还是EMCG到第四个我们就不弹分解了 第四个因为你扫弦你没办法分解是这样子的 他一共四个音你不能说没有要扫了 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弹分解了 这个第四步如果扫弦的话 我们就要按住D和弦了 当然的话 这个就是后话了 最后再练习了 我们现在就是练习一下扫弦 知道什么是扫弦就可以了 这保证我们在后期练一些歌曲的时候 其实扫弦的目的就是我们大部分歌曲在副歌部分都可以用到扫弦 这就是扫弦的一个作用 他就是和前面我们这样弹 波奏 分解形成一个对比 形成一个情趣的对比 这是我们扫弦的作用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扫弦的话 就是在我们练习和弦 练习的不要枯燥了 无聊了 可以换换方式练习吗 练习一下扫弦 然后我们主要练习的话 还是左手 我现在在把左手 我慢速的弹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我的右手和左手都露出来 我慢速的弹一下 第一个和弦 EM和弦 右手弹到的是 6323 注意我们把所有的四弦 谱面中出现的所有四弦 全部改成了三弦 左手EM和弦 2指在五弦的二频 3指在四弦的二频 按住的位置 不要太靠右 也不要太靠左 中间偏右的位置 好 弹到6323 紧接着第二和弦 C和弦 我们先把 二指从五弦的二频 跳到四弦的二频 然后三指 去到我们的五弦三频 最后一指按到二弦的一频 这就是我们C和弦 C和弦在练的时候 注意手腕不要这样捧起来 不要这样抬起来胳膊 不要抬起来 手腕放松自然下垂 放松自然下垂 然后你的胳膊不要这样 不要像外侧这样 绷着太难受了 向内侧收 对我们手指可以斜过来 向内侧收 这是第二个和弦 C和弦 右手弹到5323 然后第三个和弦 G和弦 G和弦 我们把C和弦的一指 也就是我们的十指去掉 不弹 二指和三指向上平移 好弹到 我们的小拇指也去掉了 我们一弦的三频也不弹 弹到6323 最后一步 用三指去按 四弦的二频 四弦的四频 然后三弦的空频 这时候你的三指可以松开了 然后三弦的二频用一指去按 就一个四弦的空频 这就是我们整个四个四步走 三个和弦加一个和弦的分解 我把它连起来弹一下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任山河海 我曾经拥有着弦的空气 一切转眼都飙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那是唯一的答案 好这就是我们整首歌曲 这是我们今天教的这些 你连都去连起来 然后就可以完整的去谈到这首歌曲了 那我看我们直播间 现在就是在现在人数也不是太多 然后有路平的话 大家是可以去练习 我们在下一次上课的时间呢 就是中间是两个星期的时间 两个星期的时间 有问题大家一定要问我 就是我哪里练的我不明白了 直接问我就是你哪里不明白 你可以在群里边 你可以私聊我 你也可以在群里面问 也可以私聊我 我都是有时间的话 我就会给大家解答 我在这个忙完工作晚上回到家了 你没有问题 我看到之后我会 我会给大家解答 不要说觉得不好意思 怕打扰到老师说什么 感觉我呀 我大家都会了 我姐老师讲完 大家都明白都会了 就我不明白 我不好意思问老师 我会打扰到老师的休息 或者是不好意思问 不会不会 你给我发了这个消息之后 你给我发了消息之后 我在当天的时间内 一定会给你解答 哪里不会 咱们就解决哪里 这个不要 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觉得会打扰到我的这个休息的时间 这个不会 因为我们不会的地方 一定要及时的去练 不然你这个越攒越多 越攒越多 哎 你就跟不上了 自己也谈着没意思了 这个问题 我之前每次都会说 我就怕大家觉得 打扰到老师休息 或者是不好意思问 因为我看之前 我讲过 我说大家有问题 在群里面直接问我 或者是私聊我问我 然后我看也没有人问我 我觉得还是会有问题的 肯定会有问题 只是不好意思问 我觉得还是 这个不管我们是学吉他 肯定会有人有问题的 这个一定会有的 只是没有人问 不要不好意思 这个不管我们是学吉他 还是学其他乐器